這邊走到基隆喔 基隆 你說什麼可以從正直到 反正 就是三條線 北路 東路 南路 那是從我們這邊開始 那其實北路跟中路是從軟軟 軟軟山區 因為以前船是從淡水 然後淡水河到基隆河 一直到軟軟 所以軟軟那個地方也叫過港 以前要過基隆河叫要跪槓 要過那一個港 所以現在還有過港路 軟軟 然後宜蘭 然後從軟軟走平溪到闊瀨 一直到外澳 這個是中路 他可以走到宜蘭實在太酷了 太酷了 以前公路沒有 基隆市政府林永發副市長 在會市記者會中表示 淡然百年山境 在基隆的路段雖然不長 但是卻是北路跟中路的起點 相當的關鍵 因為在這個地方 它的出產裡面包括 很重要的早期的 我們衣服的染料大金 那邊出產的茶葉 出產的煤礦 也是透過這個的地方 然後用船運輸出去 人民的需要的生活用品 也是用這邊運進來 然後這邊要跟宜蘭這邊的串聯 其實就是從軟軟 然後經過我們的時分 到闊瀨到外澳 那這一段也是北中南路裡面 人民生活最常用的一個 古道 而長年參與步道的志工 也都起聚一堂 宣傳這個台灣步道日 希望大家一起來 愛護台灣的美麗山林 我們這幾年其實 除了在推廣淡然古道之外 我們在暖東峽谷也開始推動 手作步道 跟千里步道協會一起往前推動 手作步道是什麼呢 它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 其實就是天然步道零損失 水泥步道零成長 近年來 基隆市政府把暖暖跟七堵發展 為北台灣自然生態 跟休閒農業的順地 而今年將藉由台灣步道日 城市博覽會 日本地結國際友誼步道 以及亞洲步道大會等四大順事 把暖暖跟七堵雙城旅遊 推向國際 6月10號到19號 我們希望疫情能夠降載 我們基隆將準備舉辦城市博覽會 那這個時候也特別真值的歡迎 大家到基隆來走走 另外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的 曾志文處長也強調 市政府今年會以主題遊城 來推廣暖暖跟七堵旅遊 目前已經整合規劃6條 淡嵐百年山徑暖暖型 跟漫遊百年小城七堵行的旅遊路線 並且有電子旅遊手冊 希望藉由推廣活動來帶動暖暖七堵 區域觀光的發展 那我們也出了一本 這一個淡嵐百年山徑暖暖型 那也就是藉由這個淡嵐古道 跟暖暖這一個老街 在早期發展這邊有很多的文化民俗 而且有很多的自然的景觀 那我們藉由走這個步道 可以體驗在這邊整個的自然生態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有空來 我們的淡嵐古道的中段起點 軟軟來這邊踏青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